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陸可大阪生存日記 那今天呢 我們要去金剛山 最近呢 我們在IG還有Youtuber上面 常常看到一些朋友還有一些Youtuber 他們都去金剛山玩 然後上面都有看到雪景 所以我們今天也想說 看一下有沒有雪景 但今天其實不太確定有沒有 因為大阪這邊天氣已經回溫了 所以我們就想要去碰碰運氣看一下我們有沒有看到雪景吧 那我們一起出發吧 GO!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們到了金剛山啦 然後現在山下的話 感覺就是邊邊這邊有激一點點雪 然後等一下山頂的話 不知道還會有什麼樣的風景 那我們就去看一下吧 這裡的樹木非常的高 不知道是什麼品種 你們看 這裡的地都是這樣 都是一些小碎冰 所以地板很滑 哇 這裡比我們想像的還要高 然後我每次第一次來 我來大阪兩年多 第一次爬這種山 之前都是去爬那種福建稻河什麼 那種路比較好走有沒有 然後現在這裡 超陡的 然後一路上都有一些別人做的小雪人給你們看一下 你們看 它長得有點奇妙 走吧 我們繼續走囉 現在走上來快要到山頂的地方了吧 然後這裡的雪很明顯變多 但是 因為最近天氣比較暖和 所以它都融化變成像這種冰 然後走的話就有點滑滑的 所以建議 若是這種天氣來的話 你們鞋子一定要再加裝那種 像冰鞋一樣的東西 這樣會比較安全喔 來爬山這個地方啊 大家其實都很有禮貌 經過你的時候一定會跟你打聲招呼 就是空氣雞蛙 這樣之類的 就讓人家覺得 呃 還蠻溫暖的 前面的舊椅子已經快不行了 我們就是太久沒出來運動了 所以才變這樣 建議大家平常有時間的時候 一定要多多出來運動 不然就會像我們一樣 爬一個山 然後喘得跟什麼一樣 我們終於上來了 可是這邊的雪都已經濃掉了 現在都是濕濕的那種冰 這邊還有一個 金剛練成會員50回以上登拜者名單 這邊全部都是爬上來超過50次以上的 超強的耶 其實我們現在上來大概花了一個半小時左右 其實你說長也沒有到很長 不過就是太久沒運動真的超累的 那我們繼續往上走囉 前面之後有賣一些水什麼的 哇 然後我剛才看了一個50次的對不對 這邊還有一個是 200次的 超強的耶 前面有個商店 我們要去那邊買個東西 這裡的雪就比較白了 我們終於到了山頂這邊 然後還有一台超古老的泡麵販賣機 日清悲麵 日清悲麵 350塊 來到山頂這邊是金剛山 有一個轉法輪式 我們現在要下山了 因為我們要趕五點多的公車 然後現在是四點 所以我們現在要趕快下山 然後因為下面都是碎冰 所以我走得有點 戰戰兢兢的 有點可怕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去吃辣麵 但是我們還沒有找到說 我們想要吃什麼辣麵 我們就先趕快下山 然後下山之後我們再查看 我們要去吃什麼辣麵 那剩下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我們等一下去吃辣麵吧 結果我們跑來吃 餃子的王醬 因為隔內餐也在這邊 沒有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肚子真的很餓 所以我們就來 餃子的王醬裡面吃飯 那其實今天這個金剛山 我覺得它爬的話 其實不會說真的很 就是跟一般其他那種山比起來 它還是算簡單一點點 但可能是因為它下雪 所以就是走的時候 下坡的時候會特別吃 因為會怕滑倒什麼的 那詳細的爬山的資訊 我們今天的交通資訊 我也會放在下面的說明欄裡面 那今天也謝謝你們看到這裡啦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